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以100万元交保 量财员工林昌县30万元交保 实验中央续产会专员吴俊达则以50万元交保 对于北剑直到24日才开始执行搜索约谈行动 且约谈层级低 引发蓝白同声批评 律伪则回籍 证据到哪就办到哪 不要用政治影响死法 高雄大社一名四个月大女婴 也是因为妈妈照顾疏失被饿死 社会局调查指出31岁陈信单亲妈妈独立抚养两名孩子 但中处结后却没有将四个月大女婴送托 23号才告知脱婴中心女婴死亡 警检方复训后 依杀人罪将陈信妈妈生压获准 台中市公车撞上两枚女大声 造成死伤 引爆东海大学学生怒火 今天有十多名学生代表到事发地点 举标语绕行抗议 要求政府重视行人录权 警方已经开始连续三天大执法 交通局则和业者举行联合机查 但行人临死亡推动联盟认为 应该先从改善整体交通道路设计的系统性问题开始 立法院今天举行各委员会的招委选举 国民党团民众党团洗手合作 国防及外交委员会上演蓝白河 蓝白联手推举民众党立委林义军担任招委 民众党团总周黄国昌特别到场关切 与国民党团总周傅昆其置议 至于新会期由民进党拿下巴西招委 国民党团七席 民众党团则收下一席 美国总统拜登24号在联合国大会 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发表演说 他重申维护台海和平 保护最先进科技 另外七大工业国集团G7外长 当天发声明挺台湾 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 至于目前美国总统大选进驻倒数 智库全球事务研究所最新民调 选民认为川普更善处理台海危机 贺锦丽支持者则更愿为台出兵 以上由公事新闻制作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